肖敬腾今年抛出震撼谈,与经纪人Summer绯闻传了多年,终于在今年认爱并宣布求婚成功。 而近日父亲节,肖敬腾也带助未婚妻一起与家人聚餐,并发出合照,也有网友直呼媳妇跟妈妈也太像了吧。 肖敬腾在今年6月宣布向经纪人Summer临友会求婚成功,当时不少演艺圈好友都在现场见证他人生中最重要时刻, 也甜蜜告白陪伴他多年的爱人。 而近日遇到父亲节,肖敬腾带助Summer跟家人一同聚餐吃饭, PO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肖敬腾,他的爸爸,妈妈以及未婚妻Summer等人。 肖敬腾贴出聚会合照并写下祝所有父亲父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 文末hashtag2023爸爸节,圆满照片中一家人看住镜头笑得非常灿烂, Summer手上还抱住爱犬肖宝宝,一家人幸福的样子也让外界纷纷献上祝福。 除了留言祝福父亲节快乐外,也有不少人关注肖敬腾的家庭成员。 不少粉丝发现Summer与肖敬腾妈妈有神似之处,表示好可爱,全家都到齐了。 终于有Summer姐的全家服,媳妇和婆婆的笑容很像。 媳妇跟妈妈也太像了吧。 前段时间传出Summer怀孕,小俩口外出被直击,被网友发现女方身穿宽松衣服, 疑似小妇微突出,让网友猜测是否有好消息。 事后两人好友修杰凯被问到此事,则笑回Summer姐无预警被带到那里, 所以都没识磨打扮,应该是依附角度问题。 此次全家服照片曝光后,也有粉丝敲完两人婚纱照。 这段长跑多年的恋情,在《热爱求婚》后,更加受关注。 1987年3月30日,肖敬腾出生在台湾万华区,那是个鱼龙混杂的欠发达地区, 大多数人以打鱼为生,教育风气淡薄。 很多人听过肖敬腾的歌,听过《语神》的段子,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励志故事,一个叛逆的不良少年被音乐治愈,成为金曲歌王。 他的故事还被写成阅读材料,收录进英文教辅书里。 肖敬腾说,我小时候读书,也会看到名人的名字, 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出现在教科书里面。 2017年,功成名就的肖敬腾,花费两亿台币,购入3000平方八层龙宫。 房间大到,让见过大场面的吴清风,第一次去他家时,都忍不住惊呼, 你家玄关比我家客厅都大。 不光是豪宅,肖敬腾的豪车照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做梦素材。 他的车库占地高达80平,里面停满各式豪车, 比起爱车如命的周董也丝毫不逊色。 最奢侈的是一辆售价高达780万的敞篷劳斯莱斯, 是他送给自己的31岁生日礼物。 值得一提的是,肖敬腾的生活自由程度才是我们奢望的状态。 这种自由正是靠他强大的吸金能力支持, 他一年光是商业演出就能挣到4000万人民币, 甚至连他的餐饮副业每年都有1.2亿的收入。 2021年,他的年收入高达惊人的4.8亿, 这一年,他手握9个代言,25场商演和17档综艺, 赚得盆满钵满,甚至隐隐有超越天王周杰伦的势头。 2013年,肖敬腾的日本粉丝 因山友记花2000万抱下他演唱会前排的所有位置, 如此明显的行为让肖敬腾不得不注意到他。 面对如此捧场的粉丝, 他便在演唱会结束后邀请他合影并参加庆功宴。 但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一举动会变成日后挥之不去的噩梦。 富二代因山友记后来直接花费4000万买下偶像楼下的豪宅, 成为邻居后他便开始作妖, 经常半夜狂按肖敬腾家门铃称给他送鸡汤补身。 被吓到的肖敬腾多次拒绝, 但因山友记非但不死心反而变本加厉地骚扰他。 不堪其扰的肖敬腾只能在社交网站上劝他停止这种行为。 不想这一举动直接惹怒了疯狂的因山友记, 他发文辱骂肖敬腾是骗财骗色的人渣, 还造谣两人之间有过一夜情。 对方用精神疾病当借口狡辩却于事无补, 最后他被判处赔偿肖敬腾80万台币并登报道歉, 自此,这位疯狂的粉丝才算彻底从肖敬腾的生活中消失。 但如果肖敬腾献出真身, 这位私生粉怕是要吓到躲回日本老家, 毕竟雨神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 明明拥有娱乐圈最容易塌房的人设, 偏偏肖敬腾至今都能屹立不到。 2012年,肖敬腾在北京五科松体育馆开演唱会, 他前脚刚到后脚北京就迎来了61年未遇的大暴雨。 演唱会结束后, 现场的粉丝看着淹没膝盖的鸡水呆若木鸡, 只能徒步四五个小时回家。 从此肖敬腾开始风神之路, 同年他到上海开演唱会, 上海遭遇50年以来最大的台风海魁。 他转战南京,29天没下雨的南京当天暴雨, 一时间全网的南京人都在感谢肖敬腾带来甘铃。 他在长沙录了两个月综艺长沙就下了两个月的雨, 最邪门的是唯一的两个晴天正是肖敬腾离开那两天。 苦不堪言的长沙人民甚至让节目组快点淘汰肖敬腾。 他反击称不拿冠军就定居长沙, 吓得长沙人民都去给他投票生怕他住下来, 各种神迹之下,气象局都关注了肖敬腾, 并让他担任宣传大使, 得到官方认证的雨神开始进化, 从到哪哪下雨,精确到张嘴就下雨。 在综艺里,别人唱歌晴空万里, 唯独轮到肖敬腾一张嘴就开始阴云密布, 直到下起大暴雨。 网友都开始怀疑肖敬腾是不是敖饼转世, 所以这一世叫肖敬腾。 现在的他谁见了不尊称一句龙王三太子, 毕竟会唱歌还会呼风唤雨的雨神, 全世界也找不出来第二个。 2022年6月, 综艺天王吴宗宪与林炳文、 王三郎出席品牌活动, 仍未确诊的吴宗宪一出场就自夸是天选之人, 而之前在直播中说一年后就会从主持圈隐退, 掀起大家热议。 对此,他也趁机做出解释。 吴宗宪表示, 我是真心真意愿意做节目, 不管是早期的,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 综艺旗舰,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我走红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善良。 不过吴宗宪也没有正面回应是否即将退休, 只强调随时可以退休, 随时可以做一点别的。 他在访问中透露, 现在家里就是他的实验室, 对于即将推出的产品也自豪不已。 向来感言的吴宗宪, 对于歌手肖敬腾, 我已经长居在成都的访问影片, 也表示, 肖敬腾你是发疯了吗? 台湾是我的家啊。 接着他笑说, 我是全台湾唯一一个艺人, 曾经被限制出镜五次, 然后也没做过坏事, 官司永远都是赢的。 被吴宗宪点名的肖敬腾, 没有做出回应, 反倒被媒体拍到, 和女友一起现身路边小吃摊的画面, 当天肖敬腾打扮低调, 与女友看起来就像是普通小情侣, 坐在路边享受着平价的美食。 当天肖敬腾吃得相当认真, 几乎全城市戴着帽子埋头吃饭, 身边也没有一个路人认出他来。 大家都没有想到, 镜头前的华语天王, 在私下, 其实是吃个鸭血和臭豆腐, 都能无比满足的普通人。 或许是碍于明星身份, 当天张洛点单和付钱的人, 都是肖敬腾的女友, 两人的相处模式, 比起经纪人和大明星, 更像是一家人。 虽然吃着最为简单朴素的食物, 但肖敬腾当天乘坐的车子, 却并不接地气。 据当地媒体爆料, 这辆豪车的价格大概是在百万左右, 虽然外观低调, 却很符合肖敬腾的明星身份。 肖敬腾在娱乐圈中, 一直都是属于比较低调的艺人, 除了有作品的时候比较活跃之外。 肖敬腾平时其实很少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自己的私生活, 很多人都觉得他多金又帅气, 但通过他一些日常状态来看, 其实私下的他也不过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肖敬腾热爱美食, 此前他在大陆开了一家面馆, 在日本开了寿司店, 后来又开了奶茶店, 是一个妥妥的吃货, 并且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 被问到自己在店里负责哪一块的时候。 他开玩笑称就是一直喝。 肖敬腾与经纪人的绯闻被传很多年, 曾在2013年的时候便有台媒爆出 肖敬腾对大13岁的经纪人暗生情愫。 直到2018年, 他本人接受采访的时候, 终于松口表示他说话就让我感觉很好, 我很喜欢他。 含糊其词的回复虽然不能表示任爱, 但也为未来的恋情埋下了伏笔。 2019年某天收工回去的时候被拍, 二人举止, 亲密像极了恋人。 直到2020年, 在花花万物中, 肖敬腾被小S问到你的女朋友, 就是你经纪人吗? 肖敬腾表示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自己来公开这段关系, 而不是被别人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